心里种下一颗粽子 它是全网最脏小眉球 被称为蛙眉小童工 奶奶是端庄贤良的澄澄 这就是现任拆迁办主任香果 可惜奶奶走得早 要是看见这么个小脏孙女 那少不了一顿爱的揍屁股了 香果有多能拆呢 每天早上洗得白白净净的 出门营业 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 别的小朋友都是奶爸奶妈抱抱举高高 唯独小香果脏得跟个小泥球一样 奶爸甚至都不敢抱 只能抓着小香果的后背皮 把小香果赶回宿舍 好好洗个澡 小香果每天就跟上满了发条的猴子一样 不是拆迁 就是在拆迁的路上 一天到晚活力四射 精力无限 甚至连介绍牌上都是明晃晃的一行大字 不爱干净 常常玩到一身泥 和萌兰的花式越狱不一样 萌兰是纯粹想回四川看发姑奶爸 香果则是纯粹的精力无处发泄 还喜欢玩泥吧 能这么有特点 也离不开遗传的功劳 远了不说 小香果的妈妈香槟 那就是个无情的拆迁机器 上一任拆迁办主任的名号 就是香槟一直在持有 说起香槟这一只也是很有渊源 香槟的妈妈是冰冰 那可是公认的大美熊 著名蓬蓬脸 基地圆脸基因的始祖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地花 所以遗传了香槟和香果一副绝世美颜 虽然说这母女俩常年把自己搞成泥熊 根本看不清脸 只有少数情况下 脸还没有那么脏的时候才能看得清 当然这也是母女俩的熊社 但要是突然有一天 小邋遢变了 邋遢大王不邋遢 女大十八变了 那估计所有熊猫都要看看 是不是以后太阳要打西变出来 小祖宗居然变性了 要知道论辈分的话 八花的辈分都没有这只小泥猴子膏 见了面还要叫一声咕咕 头顶自带呆毛 熊猫界的天线宝宝 基地里的WiFi大神 原来自带呆毛是真的 呆毛作为猛属性之一 竟然出现在了一只熊猫的身上 而且不但是自带的 甚至奶爸一剪刀给剪掉之后 又再一次给长了出来 不但长了出来 而且还和之前长得一模一样 这就是其一 其原在2016年生下来的双胞胎里的姐姐 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还性格活泼 喜欢兔子跳 因此小民还被叫做奇兔兔 兔子跳并不是因为奇异卖萌 而是因为腿太短了 想跑快了只能一蹦一跳的 也是因为腿短很难离地太多 所以奇异小时候总是尿床 有时候跑着跑着就丢了 没少被同龄的小伙伴嘲笑 甚至还被央视记者 亲自认证为尿床大王 受到嘲笑的奇异 因为不堪受辱 等要求得奶爸的庇护 但不会说话怎么办 抱大腿求戴飞吧 于是就这样 奇异火出了圈 只见奶爸正在给滚棍收拾竹子 奇异就自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一把抱住奶爸的大腿 奶爸没办法 给他拎到边上的台子上了 又去一边干活 奇异觉得奶爸没有理解自己的精神 于是翻下台子 又一次抱上奶爸的大腿 那个时候的奇异才一岁左右 呆毛还没长出来 但丝毫不影响这个小导弹鬼 在奶爸面前花式整活求戴飞 而到了收猫的时候 但凡不是第一个收的奇异 这小家伙就会耍小脾气 顺着WiFi信号就爬上树 在那生闷气发呆 不知道有没有暗地里富匪 奶爸偏心 没偏到他这来 小小年纪心眼子就这么多 长大了还得了 但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之前在基地里面可以说是顶了 史上最成功的越狱画面 蒙兰朝思暮想的越狱竟然有熊成功了 这是位于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 都江燕基地的双南园 在这里有着森森这个六目特工坐镇 虽然说这回是森森左腰 但这不怪森森 这个园子里面谁来谁左腰 也不知道是有玄学作祟 还是风水不对 这回森森住进去了之后 就玩了一回越狱 越狱很成功 但没完全成功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一个硕大的黑白花脑袋 从几米高的排气窗里挤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六目特工 由于活动时间到了 森森就被奶爸奶妈 先关进了这个小房子里面 让他歇会儿 但森森不这么想 他只想出去耍 看见上面有个排气窗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但森森确实爬上来了 甚至还看了看地面到窗口的高度 这点高度对他来说小菜一叠 比这还高的地方他都摔下去过 聪明的小脑袋瓜一顿思考之后 觉得这是个成功的越狱机会 于是扭动身体 把屁股从窗户里面拔出来 而且为了看起来正常 森森甚至还把换气窗又往里关了关 但这家伙似乎忘了点什么 至少他觉得不重要 由于窗户的高度太高了 森森在爬出窗户之后 整个熊掉在窗檐上 并且小短腿根本够不到地面 这可怎么办 完全看不见身后 万一奶爸奶妈来了 窝窝头怕是都没得吃了 痛定思痛 一咬牙一跺脚 摔了个屁股蹲 掩饰不住自由的喜悦 森森也不忘谨慎地看了一下四周 确定一下奶爸奶妈有没有来 运气很好 并没有人发现他越狱了 但这个小笨蛋似乎不认识路 这并不是通向自由的方向 而是他刚才还在耍宝的运动场 属于是刚爬出一个陷阱 然后就又掉进另一个陷阱里面了 那么森森这场成功了 但没完全成功的越狱 和萌兰那场越狱了 但没完全越狱 究竟哪个更强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